各位網友 大家好 我是OK仔 今集世界新聞 認真正在 找到一些資料 特朗普方面 暗殺這件事件 別有內情 不是說他造假 但可能隨時跟拜登有份 究竟是怎樣呢 我們稍後會和大家一起研究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還有很多不同的世界新聞 都會和大家跟進一下 首先會和大家說說 日本九州暴雨成災 24萬人接避難指示 嘩 下到聲音又看不到 受到廣闊雨大影響 日本九州廣泛地區造逢暴雨 日本氣象廳向長崎縣五個島市 發出顯著大雨警暴 警告洪水、地質災害、風險上升等等 長崎市和左勢保市 一度發出24萬避難通知 和24萬發出這個通知 九州新幹線和西九州新幹線的服務 一度受阻 一度暫停 除了長崎縣外 公崎縣部分地區 一小時也錄得超過100毫米的雨量 氣象部門預計 九州北部山口縣暴雨 將會持續套去 這一兩天都可能會繼續有 呼籲民眾要小心 大家真的出去玩都要留神 暴雨成災到處都很混亂 說得有多混亂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歐國杯決賽 凌晨三點 我當然沒有 我看都不看 三點 那裡還叫英格蘭 你做了十二碼給你看 你真是天亮 我沒什麼心機捱 你眼睛睡了 有夠不睡 早上看結果就行了 反正我90分鐘的過程 有時候 接下來也是巴黎奧運會 我都說了 凡是這些大時大節的比賽 大節的比賽 大節的比賽 很容易出現了一些危險危機 說到在索馬利亞 索馬利亞首都 摩加迪沙 摩加迪沙 不是那時候 黑鷹十五小時 黑鷹十四小時 黑鷹十五小時 那部戲 那個地方 現在說到有間咖啡店 深夜大爆炸 就在歐國杯決賽的時候 就說造成五神死亡 二十人受傷 當時有很多人在看球 看球都要玩爆炸 那當地傳媒就指出了 這次應該是自殺式炸彈 或者是汽車炸彈爆炸 遇襲的COVID stop 位於市中心 所以都 小心吧 會不會有大事 盡量不要去這些地方 真的 沒有這樣的必要 我覺得 因為你始終 是一個 絕對 我覺得絕對是高危的情況 這些是很容易成為 恐怖分子襲擊的目標 你不要管別人是甚麼原因 特朗普也沒有人死 對不對 接著說一下尼泊爾 尼泊爾早前報道 有兩部巴士 被山泥傾瀉的泥石流衝走了 很多人仍然被困 當時不見了 現在找不找得回 根據當局說 有六十二人被河水衝入 被山泥傾瀉沖入河水 現在有五十五人仍然下落不明 最恐怖的話 就是整部巴士已經消失得 無影無蹤 這就糟糕了 連一部巴士也找不到 你想想 你不要說人 兩部巴士跌到河也找不到 現在是找不到 負責搜救救難隊就說 沒有了 還是很難搞的 應該都是 不幸利難多了 因為黃金72小時已經離去了 他們希望可以找回遺體 當然很多人都保住 還有一絲希望 正所謂一日未有消息 還是可能有機會 不知道可不可以有些好消息 告訴大家 另外 南韓和北韓又有些硬事 南韓軍方正式向北韓發出警告 並且強調 不是發出導彈 他們說你再夠膽放些垃圾波波過來的話 要求你北韓承擔全部責任 等同之前金與正那種說法 南韓要付出極高的代價 現在南韓還多了 你們也要付出全部責任 像垃圾清潔費一樣 這樣 好了 這件事件 真的不知道 北韓官媒同時發佈了一張照片 裡面是被銷毀的南韓宣傳單張 以及一些感冒藥 感冒藥都不要嗎? 有人說 展示這些是北韓人道主義救援物資的反應 南北韓之間的關係也是很頭痛 現在還沒搞得好 接著跟大家說說拜登 特朗普 或者特朗普對於這件事件 有什麼新的焦點 因為 現在 特朗普這件槍擊事件 看起來好像不太簡單 當中有些疑點 不是說他做假 究竟這件事件 剛剛遇上光光的 或者什麼 不是 不是這麼簡單 我們看看整件事的發展 現在說到特朗普遇到後 那張照片 很厲害 我也說 英雄式畫面 現在上了時代雜誌 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 應該也有獎羅 特朗普遇试 说说有一人死亡 那位是50岁 潜艺务消防员 中胆身亡 他用身体保护自己妻子和女儿 被誉为英雄王 真是无辜 死者是50岁 这位康佩托雷 宾夕法尼亚州长 形容他是英雄 为了保护妻女而离难 死者的姐姐在网上发文 说特朗普的集会 夺走了他弟弟的性命 其实特朗普的集会 没有夺走你弟弟的性命 是一个枪手而已 我觉得就... 他说对一个人的仇恨 夺走我们最爱人的生命 家人透露死者当时用身体保护在旁边的女儿和妻子 免受枪击的 而死者的女儿就在社交网站上 这位爸爸作为现实生活中的超级英雄离世 他和妈妈很快被父亲推到地上 保护他们免受子弹所伤 更加有资料显示 这位非常勇敢的英雄 曾经担任他们的水牛城镇二务消防员 消防队长 其实也相及无辜 真的相及无辜 更加有消息指出 移空车有爆炸装置 家里有炸弹材料 这位枪手叫做克鲁克斯 克鲁克斯 曾经一直被人传出 什么呢? 说最初是华人 然后惹到疯了 说美媒五报枪手去华裔 引起华人社区的怒火 这些都是白痴的 查都不查就屈自堆 明明是白人男性 然后就写着是一个华裔人士 那你真是乱闹 这些当然是离谱 纽约时报、纽约邮报 其实这些是很严重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没有立即跟证 就像以前以色列那些事件 因为你在美国也知道 又是多种族 对不对? 那你会多不同的人士 一会儿在针对华人 有什么东瓜豆腐的话 就因为他一句说话 又有另一些不开心的事件 他就麻烦了 难辞其道 所以这些是没得乱屈的 是呀不是不是 是吧? 疑似的 幸好后来就立即打算 只要跟正翻而已 如果你不跟正翻就真的要命了 更加说到周边的事件 这位枪手被爆 经常被人吓得太差 就被射击校队劝退 那他是一个什么人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资料 说到原来屋顶当时 这个特勤局的追击手 发现了枪手开枪之后 立即在另外的 对面屋顶的枪手 对面屋顶 反追击把他击毙 是这样的吧 当然这件事件 其实最重要的 现在的关键是 为什么 这个二十岁枪手 可以在这么近距离开枪呢? 这件事件 谣言满天飞 阴谋论四起 其中一个阴谋论 会不会是 有人觉得 这个枪手根本是 敌对派是请出来的呢? 为什么呢? 我现在和大家一起拆解一下 能够在百多米内 枪击特朗普的 绝对不惹小 他能够可以突破重重枷锁 爬上屋顶 不招的 幸好八枪 你想想一下 俄罗斯轮盘的时候 玩的那些 左轮 六分一机会 你都随时一打枪就死了 你想想 打八枪都不中 你打不中特朗普 你只是打中耳朵边 其实这枪法真的很差 有知名追击手 是否特朗普正敌 暗杀失败 拜登黯然退选呢? 如果是的话就真是精彩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我们看看究竟 一位退役追击手 如何揭发 我觉得是有来鬼呢? 当然 你想想一下 这事件不是这么简单 你可以这么近距离 即是叫开枪 但FBI 他们就确定 即是初步认定 这是单独的事件 讲到在 曾经加拿大 追击小组服役14年的 一位退役军人 阿力山大 在社交网上发表他的看法 他认为枪手可能得到内部协助 他说 你想想现场的安全措施 安保 一个20岁的 你当素人 他又不是专业杀手 哪有可能 这么容易拿着枪走过去呢? 还要日光日白 一个人不可能在总统演讲的时候 爬上屋顶 而且攜带武器 在这种大型的活动当中 就算你说差极 也应该不会这么差 因为这位追击手 觉得这位20岁的兇手 那位置实际上太明显了 你没理由这么阳 你以为真的看电影是什么 反光的 那里就在他 追击手一定是遮遮掩掩的 如果有些大型 你说不是在窗边 他摆在窗边 其实军事的那些追击手 基本上他现在不是站在窗边的 在他室内 战高自己 他退入一点 不会站在窗边 因为阴暗位 你外面光阴暗 你是很难看到室内有什么动作 反差 你要专业的那些追击手 其实有很多不同 去偽装自己 尽量不让人发现自己 好了 这位曾经做过追击小组 追击手的军人 他又继续分析 他说如果有人能够接近世界上最艰难跟踪目标之一 但是未能够命中的话 你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 是不是 那么更加 会不会是有人在里面帮他呢 就是觉得给他机会去搞定特朗普呢 当然有人说 为什么要搞定特朗普 我想说 我见有网民 他说这件事是陈水扁2.0 绝对不是 我可以告诉大家 肯定不是 为什么不可以用陈水扁2.0呢 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当时陈水扁他发生这件事件的时候 那个支持度其实很低的陈水扁 其实是输的 他对那个宋楚瑜连战 我没记错 他好像是 0.04年 对不对 喂 你 现在特朗普他在国陆民调 你说就算最重要的是摇摆州份也好 他是领先着拜登 尤其是摇摆州份 那个民调的意向 大家都是想把特朗普放出来的嘛 那你想想他会不会有那么大风险 还要拍自己一枪呢 你说在输的可能欠几个百分点的 那可能是出此下策 但这一招也不会这么早出的 按道理 我当你觉得深信这招是陈水扁2.0的话 其实这一只大字他不需要现在出的 他要高级的时候才做一招这些 可以的 对不对 会阴招 还有一件事就是 他说你要找人去咬他 你说特朗普自己要找人咬他 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咬 这么早咬呢 你在一个领先的情况下 要咬呢 做戏给大家看 所以 陈水扁的时候 最后他说是开枪事件 这件事件最后他赢了很少的百分点 紧胜的 我们之前也有说过 所以你说这件事件绝对不是陈水扁2.0 是不会是 但既然不是陈水扁2.0 不是特朗普自编自导自演 所以为什么有人觉得这件事件 是有人想要买起特朗普 可能找了这位20岁弟弟哥出来 就要替死鬼 不奇怪的 现在说到拜登 就说要暂停 所有的户外活动竞选工作 是不是想着退选呢 其实你说拜登 把特朗普摔倒了 举例下举例 拜登有什么办法击特朗普 之前我们分析 你有什么办法击他 年纪比较大 那个人 什么什么什么 口才又不够人家厉害 老根又不够人好 基本上不能打 大打 只要他... 只要特朗普不出声 消失了 那他就赢了 有时候不知道人是不是有这个歪念 当然这些是无限的幻想 我自己觉得 如果有这种揣测 这种阴谋论的话 那也挺... 挺... 真的... 踩钢线 但又赌输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真的激气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赌注 如果有人相信这个阴谋论的话 如果这个阴谋论是真的 可能特朗普的竞选对手 找人要买起特朗普 从而让拜登自己的胜算提高的话 甚至乎虎无对手 如果你说连特朗普都消失了 那拜登就在赢了 是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真的是一个很大的... 在下着一大盘棋 分分钟用所谓的术语 搬起石头 踹自己的脚 你能杀得到就是了 杀不了就怎样 现在就杀不了了 特朗普都带光环了 是不是 写入历史明册 收工 其实我觉得所谓的阴谋论 到了这个位置 我也觉得也未必有可能 但是 说到现在拜登的竞选团队就宣布 暂停接下来的所有活动 当然暂停了 分分钟考虑要想退选 拜登之前想着 我死都不退不退不退 人们又说不给你钱 真是 不能不退不退 你还有脱链吗 不是啊 我在外面再多数次 让人看看行不行 更加坏你不要搞这些事 不要乱来 算了 你乖乖地做你这个任期 你直接批试他 你想一下现在换什么人呢 你说换何锦麗上来就算换其他人上来 我相信没有人愿意上去 干什么呢 我出去陪跑而已 在赢得上 特朗普突然表现 在你面前表现被子弹 我还有一些招式 可不可以在这里做个理由翻身 在那里跳火圈可以吗? 可不可以得到多些支持? 不会啦 不会啦 除非... 如果拜登要拿回一些所谓的... 还要死死也要去撑下去 又是啦 你在这个政治局势上开读 政治局势上开读 在政治局势上开读 有人说是否要搞中国呢? 这个时候不会是搞中国 我觉得... 拜登要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 好像跟特朗普有战斗 你就在我这个层面上击击了他 立刻处理了他 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 可能美军立刻进驻窝囊 甚至是帮他击退所有俄军 更加要让普京停战 如果他立刻开短时间闪击战 做到这件事 或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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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让人看一看 我几十多岁...我还可以闪闪 没得闪闪就没得避 回家休息 都明白了 其实更加民意都很厉害了 在网上就... 有人说... 看到特朗普被暗杀未遂之后 一天后... 就去了哥尔夫球车场 有些人看到特朗普的时候 你已经叫他总统了 已经叫他总统了 真是你说... 没得搞了 收了 真是你说... 堆不倒了 反而成为上了神主位了 那么... 共和党将来就会开大会了 特朗普副手 人选都触目了 三个热门 包括两参议员一周长 其实你说如果没有这件事件 就算特朗普赢 或者共和党大胜 共和党赢 我觉得也不会有什么意外 其实你看到民主党的败笔在哪里 你说拜登出来不止之余 还是他们内部 是不够共和党齐心的 因为之前被誉为特朗普最大敬敌的 那个是不是叫克里 我忘记了 那位女士 好了 我都退了 我全力支持你特朗普 你看到他们形势被人强 知道知识就是做人之进退 那个势头 特朗普是天人之选 那我就借花敬拔 借你上位 给你上位 我们团结一心 总之击击对面 但是你看到民主党方面不是 你还在内部出现了矛盾 所以你说这个是败不知仗 那怎么也好 这个情况也没得搞的了 你说出了暗杀也好 也搞不死 有主角光环 没办法 好 另外看看巴黎的赛纳 赛纳 然后在巴黎奥运 就说会举行三汉铁人赛 之前说到水质很差 细菌超标 现在就说了 他们最新检测终于过关 合格了 就可以适合游水了 是不是 哈哈 临急临梦 也不知道是不是 一旦喝死人 或者弄到人来肚子 就大了 不过继续都要检测 是的 因为到7月尾的时候 就是奥运开幕礼了 7月16日 好啊 也是三汉铁人耐力赛 其中游水赛 那个重要场地来的 巴黎方面 都希望他们那些 保安严密些 周围都临乱 是的 我不希望有大事发生 我不希望没用 这个世界很难说 周围都爆枪激案 不是杀人 就是刀油爆炸 所以看到这些情况 都是令人忧虑的 好 今集分享到这里 下次再说 拜拜